4090D,4080Super用户要注意 这种级别的显卡千万别选小机箱 玩4K高特效游戏的热量远超乎想象 之前我的4080显卡不定期黑屏 后来采纳大家的建议换了海运的1000瓦的电源 这下我不用担心功率不够的问题了 也不用担心这个转接线的问题了 甚至还不用担心顺时功耗会超过750瓦的问题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散热 这个新电源到了之后,我用Time Spy压力测试 机箱的侧板特别热 就是这个位置,这一片都是特别烫手的 特别是显卡顶端到侧板的这个位置 这一条特别烫手,比这个位置还要烫 这个位置是凉的,中间这个位置特别烫手 甚至机箱的后上角这块金属都是特别热的 这个主要的热源其实就是显卡 甚至机箱后面的这个区域的空气都是热的 热浪滚滚,正好我这个话还是个墙角 其实我这个小机箱散热效果还不错 之前搭配海运的Focus 750瓦电源 用60-70级别的显卡玩1080P到2K分辨率的游戏 供电散热都没问题 但是自从升级了这个4080显卡之后 玩4K全高特效游戏就不行了 首先是电源功率不够 没想到散热也不行 现在升级了电源还得升级机箱 下面说说为什么要升级机箱以及往哪升 注意什么 一个是这个机箱的宽度 像4080这类的显卡它的散热器特别的高 显卡的顶部是出风口 显卡顶部距离侧板太近 容易有隐患 还好我这是亚克力的 如果换成玻璃的会更危险 那机箱这个宽度参数是什么呢 是CPU散热器的高度 我们不要看这个机箱宽度 一定要看CPU散热器的高度 我这个机箱是172毫米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机箱看着很宽 但是实际上CPU散热器的高度并不高 超过170的也不多 所以说各位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显卡竖状那倒无所谓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换了这个ATX3.0的电源之后 我还问过海运的客服 他跟我说即便是ATX3.0的电源线 电源接口往后出的这段线 最好是直的最好超过3.5厘米 那显然我这个170毫米的散热器高度 貌似也不太合格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海运的免得声明 有总的同学可以给说说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机箱这块的高度都是不够的 比如华硕的GT502 机箱宽度特别的宽 但是它的CPU向高好像只有165毫米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并不是说不可以装 可能要注意什么 可以显卡梳妆 或者你买一个L型的电源线接头 下面说机箱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机箱的容积不够 这容积就是长呈宽再呈高 我这是一个MATX的机箱 它只能装MATX的主板 是一个小机箱 用它来装中端级别的响卡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装上4080这个级别的 就要换更大尺寸的机箱 中打机箱起步 除了机箱的容积 还有就是机箱的风道 一定要设计合理 像我这个机箱 它的长度和高度都是40厘米 现在是放在了一个小置物架上 一共有三层 第二层是一个激光打印机 最下边这层是NAS硬盘 路由器还有电源线 你们看我这个机箱虽然是40厘米长 但是它这个底座是不到40厘米的 在这个小置物架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中塔机箱 它的长和高基本上都是50厘米 那显然这个小置物架是不够的 我已经从网上定制了一个小的置物架 宽是40厘米长是80厘米 和我这个桌面一样宽 这样用起来就很从容了 那最后我选择的是什么机箱 以及都选择了什么机箱 下个视频和各位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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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